你可以从论坛里面 理论上同学都有加进来 我也会把它贴上来 上个礼拜讲的主要是 有关日期与时间函数部分 有关像DATIF函数的应用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用VBA输出DATIF 因为DATIF函数在VBA里面 基本上找不到一个完全可以取代它的函数 如果说我今天又要 因为其实VBA好 我觉得我可以用Excel里面函数 也可以用VBA里面函数 两边我都可以用 那如果说你要用的是VBA里面函数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上礼拜讲的 你可以丢到储存口里面丢一个什么 丢一个公式就可以了 那丢公式的话 基本上丢进去 它会自动去存取是Excel里面函数 那也可以达到自动化的目的 比如说我今天一键按下去 自动全部帮我好玩 那其实就可以 使用的方式 前面讲过了两个绝窍 你想要把那个两个绝窍记熟就可以了 就是你公式做完之后 有没有 然后你就里面如果刷影后 你就把它变两个 如果里面有列号 会变动的 你就把它改成I 这个技术 我想以后你很多地方 大概就照这样方式用 因为我自己工作里面 很多地方也都在用 因为没什么问题 所以基本上我设计那个范例 主要还是以 把我平常用的方法 转换直接分享给各位了 那当然书里面有书里面的讲法 不过大部分我发现 我给各位的东西 基本上原创性都很高 因为你在其他书里面 几乎 VBA的书里面 写的方式跟我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当然可以参考 那我用的方法是我习惯的方法 而且是比较好记 而且程式有比较短的方法 OK 这一些特色跟各位讲一下 另外还有E-Day函数 其他还有像日期时间相关函数 另外还有设定格式化条件 格式化六日 那六日我讲了 这个地方你要使用新增规则的最下面一个 使用公式 这个其实我是觉得是使用 设定格式化条件的进阶版 因为很多人几乎没有用过公式 那其实很多地方说 你用它内建功能 很多还做不出来 所以呢用一下那个V-Day函数 然后呢去抓除存格里面的值 它就可以帮你设定格式化 OK 那大概这地方 另外还有增加什么删除 有增加空白列 也有删除空白列的相关东西 那当然这部分如果你忘记也没有关系 其实我们在云端白板里面 日期与时函数里面就有程式 那我会 我已经把所有我们上礼拜讲的东西 其实基本上都在这个上面里面 包含像什么YMD 还有V-Day 然后后面好像补充一个那个 Year 然后mini second 有10分秒 那基本上公司都在这里 那其实还蛮强烈建议 如果你要把 这些学会的话 除了要上个厅之外 回家一定要做过一遍 那你会吗 如果你先不要看 你自己做一下 会有很多问题 但是如果你克服之后呢 那这些东西就是你的了 以后你会在工作里面发现 哇 那这东西就变得很简单 因为你都很纯熟 就怕说你学了 但工作要用到 奇怪 我怎么想不起来 我也没有问题 至少你要整理出自己的一个云端笔记 那你如果要云端的好处是 以后手机打开 像我习惯 手机打开 有那个Google Drive的一个APP 那你把它冲起来 我把它打开 马上可以看到 我之前上课的东西 所以我如果要备课的话 很简单 打开 我看一下 我大概就知道我要上什么了 所以我每次上课 其实对我来说云端白板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因为我只要怎么样 找到我要的这个内容 那我就手机平板 电脑 其实都可以连上 那我可以马上看到 我要的内容 另外的话 我也可以上课的时候分享给你们 这样的话 其实我觉得它对我来说 它又不知一个以前的一个 一个怎么讲的笔记 笔记本要分享也很麻烦 你要拿去影印嘛 影印的又不是黑 影印本来是彩色变黑白的 而且有时候印的还不清楚 那如果你是云端白板的话 像这个好处就是 分享也容易 另外呢 以后我要增加 或者我要删除 也相当容易 另外我要加颜色也很容易 所以我上课 几乎每一个课程 现在几乎都没有写白板 你会发现这个白板真的很难写 你说真的你要写什么东西 写这么多东西写在这里 而且要卡在这个东西 所以 以这样来看 像我这种课程 真的还是需要一些方法 所以我就结合了像那个YouTube 就是录影的部分 另外还有结合是Google的云端 硬碟 这部分我想各位慢慢熟悉 应该慢慢 今天已经第六 第七次上课了 慢慢给习惯了 而且你会发现 如果你用了这些方法 基本上你应该回不去了 对不对 有些多好 我都会想 因为自己很习惯 就是 如果有些东西 直接看书学习 还有些地方可能会 它的那个连贯性不好 它不像影片 因为讲一边有画面 一边有声音 可以很清楚知道 到底要做什么 跟你看书 有些地方作者都讲不清楚 而且你认识 Z-RUN有些问题 非常的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数学函数 请各位开启这个练习题 那这个练习题 按第一个 请各位开启 那个数学函数这个 那基本上 我们要练习的 就是SUMM SUMM加头 应该大家都会 所以这个不需要赘述 所以呢 我们可以稍微改一下 也许你可以在上面 增加它的比 比如说三次月考 这三次月考的比重 那我可能稍微改一下 最后一次呢 可能比较多 前两次是30% 30% 40%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算出它的总成绩 就不是只是把它加总 但如果你用传统是加总 可是我现在是要一个比重 所以呢 成绩还要算 怎么样 还要再乘上它的比重 加上它第二个成绩 乘上它的比重 所以如果说我要 把这边它的成绩算出来的话 当然几个方法 第一个 也可以用公式 那公式的话 是它的成绩 乘上它的比重 加上它的成绩 乘上它的比重 再加 这个成绩 乘上 它的比重 打购OK 可是问题要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的话呢 那第11列的东西要顾你 记得看到11前面加上前的符号 表示说呢 你要向下填满的时候呢 这个11列呢 就不要帮我加1 因为向下填满自动哦 它只要看到列 列号哦 它都加1 有没有 好那所以这边的话 这个第11页都把它做一个锁定 然后向下填满 那我可以算出它的月考成绩 可是问题哦 这个方法当然毕竟哦 我是觉得如果成绩还是会少OK 可是如果成绩多的话 你这个加这个加这个 因为现在有些学校 很注重考试 所以一个学期考下来的话 哇那成绩多到一个不行 所以哦 当然如果说像刚刚这个部分哦 其实你可以改用另外一个函数 插入函数里面的话有一个叫数学与三角这个群组 请你找到上函数开头的 上有没有 那里面的话呢 还有几个跟上有关的函数啊 这个也是我们等于要练习的 像三一符 然后三一符S的话是三一符的延伸 如果你一个条件是三一符 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条件是三一符S 那三波大 特别说我们现在刚刚的一个问题啊 你可以看一下三波大 它这边什么 传回多个阵列或范围 其实我们就范围 的各相应元素 成绩 相乘有没有 是总和加强 那不是跟刚刚我们要的 其实做的动作是一致的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Array 1 我们比重先给它 Array 2呢 它的成绩 这样做完了 我们记得哦 你就把那个 一样是第11列的按F4 那我是建议啊 你比较精确的应该是按两下 因为基本上我只要向下 填满 那然后呢就不用 因为我们要向右 然后再向下 所以其实只要锁住 立号就可以了 OK 然后 所以你会发现哦 什么叫做范围 现在我选 这样子就叫范围 那什么叫阵列 放到Excel里面呢 它就把它转成一个 所谓的阵列 那在Excel 或者是在那个VA里面都一样哦 它是用大刮壶来表示 如果你里面呢 有很多 外面是一个大刮壶 里面有很多笔资料的话 它会中间帮你逗开 逗开 如果有三个的话 一二三 那也就是说一个阵列里面 你可以放很多笔的资料 可以不只放一个哦 OK 那 那我把这个加 这个啊 其实它那个成绩是总和 就是相乘 相接 相乘完后互相加 加完之后的结果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 其实做完的结果 也会刚刚 跟刚刚是一样的 OK 那 如果我要取到整数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小数点给去掉 当然如果说你要比较精确的 真的取到整数的话 但比较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再把公式怎么样 把它点下 外面再插入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叫run的函数 R-O-U-N-D 这个run的函数呢 实际上哦 是真的帮你试搜入 那如果你刚刚用上面这个 有没有 去除小数 它其实只是把你的小数点 隐藏起来而已 它不是真的帮你试搜入啊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把 那个资料 资料部分做真正的试搜入的话 那你可能还需要什么 用run的 假设要取到整数的话 记得就是输入0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哦 它本来的资料是84.4 那四十二五之后呢 自动帮你把这个点四的部分舍弃掉了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84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万一当然还可以再包一个run的 那比如我把再向下填满 OK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我们要了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小数点再出行的话 你会发现后面全部变0了 因为它是真正的四十二五路 那如果说你没有 你没有加上填满 我把它返还 那假如把它恢复的话 其实它只是怎么样呢 帮你把那个小数点隐藏起来而已 它并不是真的帮你四十二五路 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对 如果你真的做计算的时候 你可能会被格子骗 你以为它没有小数点 可是你算完之后 奇怪怎么 那个跟你算完之后 如果要看到的结果居然不一样 会多很多小数点出来 原来它里面的小数点还在 如果你真的要四十二五路 一定要run的 run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呢 要取到整数就0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取到什么呢 取到的是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0的话是取到整数啦 如果1的话呢 就是小数点第一位 一之类退 如果你要取到个位数 个位数四十五路的话 你就-1也可以 -1的话 8的4.4的话 那它就把那个 个位数字怎么样 把你四十五掉 好OK 那如果你负2的话 我会认为多少 100 为什么 8就进位了 好OK 不过我想负的比较少用 正的可能比较常用 好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请 要取到整数就0 按确定 好 把它向下填满 那再来就是请各位 试试看那个VBA 诶 VBA 那我要怎么做呢 旁边也许好 那 几个方法 你们也可以练习 比如说第一个 你输出的话呢 直接输出上个礼拜讲的输出公式 把什么呢 把PODAR 直接 蹬 丢到这边 一个一个丢 OK 第二个是 我想想看 我不要直接用 Essal里面的公式 我直接先在VBA处理完毕 处理完毕可能 就没有一个对应的 3PODAR 也许我可能就是改用什么 在VBA里面用类似像这样的叙述 把它做完之后 再丢到储存格里面去 OK 类似仿造这样 如果这个地方公式在这边是这样的叙述 可是在VBA里面呢 该怎么修改 里面当然会牵涉到一个FOR回圈 FORI等于13 到最下面列是FOR7 或是最下面最重 你可以拿 然后做什么呢 你要输出到埃兰 埃兰 然后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 这一个 乘上这一个 所以如果你要指定的 假设是固定的位置 你该怎么写 VBA可以试试看 再来的话就是一个清除 所以我们待会可以有一个公式的 一个两个 一个直接输 一个是清除 再来就是说呢 写完这个可以 假设 插入制定函数 如果我今天跟使用者要什么 要三个乘积 他自动帮我把结果就输出了 而且 最好是什么 要要三次 刷一下三个 给一个范围就好 这好像前面我们有 做我练习 不知道有什么印象 在手机函数里面 有一个取一个范围的 OK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先第一 我刚刚做了用公式 第二个的话呢 用三拖达 顶着外面 一个ROM 取到整数 后面先完美 各位